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时代力量新竹县议员参选人连玉婷金,29日,在脸书发PO文指出,新竹县议员吴书军的考察报告中出现地点都不拢的情况,明明出国地点写中国,内文却写说是到十元岛考察,让他忍不住酸是要再上地理课的意思吗? 对此,吴书军回应,只是单纯的物质,下周一会请议会定证,连玉婷在脸书PO出国民党逐渐议员吴书军的考察报告,报告显示,吴书军去年到日本十元岛考察三天,考察目的,经过,新德建议三栏全都详细描述到十元岛考察的细节,但唯独出国地点却写住中国大陆, 让连玉婷忍不住酸说,觉得不能只有我看到,是要再上地理课的意思吗? 网友也留言大酸,习近平,一觉醒来,又多一块地了,真不错,网络上随便抓的吧? 地名也懒得改,零分了。 怒到转校,吴义元的地理老师出国了呢? 据苹果日报报道,对此,吴书军回应表示,一切都只是物质那么单纯而已,并说去年他在同个月份,分别导日本十元岛与中国上苏航考察,当时用手写的方式申请两个地点,后来则用电子档的方式较交新的报告,地点和日期都是议会的行政人员代key,但不小心物质。 吴书军强调,这整起事件只是单纯的物质而已,下周一就会请议会人员帮忙定政。